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8月上旬召开的北戴河会议 使中国政治走向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里 北戴河会议上就定下来 礼上席下的总方针 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8月30号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个会议通报完全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这就等于是中央已经发出了信号 习近平将在二十大倒战下车 卸任中共总书记 就不要再喊拥戴习近平的政治口号 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了 如果是在8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 有高官喊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那还可以理解为政治觉悟不高 没有看清形势 可是在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因为会议的通报只字不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这时候有高官再喊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那就是和党中央的中央会议的通报不一致 和党中央不一致 那就是和中央对着干了吗 于是在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公开再喊拥戴习近平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高官 骤然减少了 整个北京官媒吹捧习近平调子也都降低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不一样 这个人就是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 在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陈希是继续高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 继续公开力挺习近平 等于说在习近平的亲信们都已经在沉没的时候 几乎就是陈希一个人在跳出来继续力挺习近平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9月13号的人民日报 在人民日报的第11版 有一篇吹捧力挺习近平连任的文章 它的题目是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确实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行动上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 因为陈希是中央组织部部长 所以实际上这篇文章就可以看成是陈希本人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字数是5500字 在报纸上算是一个相当长篇的文章 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多达25次 而提到拥戴习近平的连任的政治口号 两个确立的次数也多达4次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高调力挺习近平连任的文章 而陈希发表在人民日报这篇11版力挺习近平连任的文章 却和人民日报的主流政治立场完全不一致 就显得非常的孤单 人民日报的主流政治立场就是体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我们看今天9月13号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 它的题目是 领航中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本来人民日报推出这个领航中国的系列报道 是准备要吹捧习近平的 但是最近吹捧习近平的领航中国系列报道 它的方向开始有着转变了 就是呢 他开始不再吹习近平 反而是吹捧起胡锦涛 吹捧起李克强来的 比如说昨天9月12号人民日报头版文章 题目是领航中国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相互促进 统筹联动 五位一体是胡锦涛本人提出的政治口号 也是胡锦涛的象征 所以呢 吹捧五位一体就是吹捧胡锦涛 尽管文章中没有出现胡锦涛的名字 但是用这种春秋笔法借胡锦涛的口号来吹捧胡锦涛 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 今天9月13号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是 领航中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这个文章中题目就提到了改革开放 这就有反习近平的意思了 因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政治口号 而习近平的政治立场是反邓小平的 所以要赞美改革开放就等于是赞美邓小平 而赞美邓小平也就等于是反对习近平 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篇文章一开始是这样说 109枚公章静静躺在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 成为放管服改革的特殊烙印 放管服呢 是李克强提出的政治口号 也是李克强的象征 那么吹捧放管服那就是吹捧李克强嘛 尽管说文章中没有出现李克强的名字 但是这种春秋笔法 借用李克强的政治口号来吹捧李克强 这是谁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确的看出来呢 现在人民日报的主流政治立场 也就是头版的文章的政治立场 他已经不是吹捧习近平了 而是变成吹捧胡锦涛吹捧李克强 他也就不再就是只字不提 拥戴习近平的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陈希发表在今天人民日报 第十一版的文章呢 就是还在继续喊这个 拥戴习近平的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还在继续力挺习近平连任 那就和人民日报的主流的政治立场不一致 就显得非常的孤单了 可以说在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还在继续力挺习近平连任的习家军 几乎只剩下陈希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我们再往前看一点 9月2号人民日报第二版就发表了 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讲话 题目是坚定用户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陈希是中央组织部部长 是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也就是陈希在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的 第二天9月1号 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 他就强调要坚定用户两个确立 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那么我们看在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陈希还继续高喊拥戴习近平的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 就等于是表示陈希是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 要和党中央对着干 在9月7号 人民日报第九版又发表了吹捧习近平连任的文章 题目是 从政治高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 因为陈希是中央党校校长 所以实际上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成就是陈希本人的文章 这篇文章字数是5300字 就是一个长篇的文章了 其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多达30次 而且呢文章中两个确立的次数啊 居然提到了多达23次 可以说是一个疯狂力挺习近平连任的文章 所以我们看8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呢 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当中啊 继续公开立挺习近平连任的 知乎只剩下陈希一个人了 为什么习家军当中现在只有陈希一个人 还在继续公开立挺习近平连任 还要公开和党中央唱反调呢 首先呢陈希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 习近平每次外出考察 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之外 有两个人是标准的陪同 一个是副总理刘鹤 另一个就是中央主持部部长陈希 为什么习近平外出考察 总要带上刘鹤和陈希陪同呢 大概是在习家军当中啊 刘鹤和陈希的身份和其他习家军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习家军呢 都是习近平的晚辈 是习近平的老部下 而刘鹤和陈希他是习近平的同学 刘鹤是习近平的中学同学 而陈希呢是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作为工农兵学员时候的同学 也就是在习近平的习家军当中 只有刘鹤和陈希和习近平是老同学的同辈人 这样一来呢 刘鹤和陈希作为习近平的老同学呢 相对在习近平面前就敢说一点话呢 其他的习家军作为习近平的晚辈老部下 在习近平面前啊都是那个唯唯诺诺 根本他们就不敢说话 那么习近平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呢 他也是希望别人给他出出些主意啊 提一些建议啊 但是呢 那些习家军都是习近平的晚辈老部下 他们对习近平都是不敢说话的 当然更不敢给习近平提建议 所以呢 这个时候习近平就只有依靠刘鹤和陈希 他们以老同学的同辈的身份呢 来给习近平出一点主意 来提一点建议 所以呢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习近平每次外出考察时候 他都要带上刘鹤和陈希 但是刘鹤和陈希这两个人又完全不一样嘛 过去刘鹤也就很少公开的吹捧习近平 现在就更不吹捧习近平了 那过去陈希吹捧习近平也不算特别的突出 但是在现在习家军大部分沉默的情况下 陈希一个人继续高调吹捧习近平 继续力挺习近平连任 就显得呢 是非常的突出了 为什么现在陈希一个人还要继续要立体习近平呢 陈希这么做的理由呢 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但是可以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呢 就是陈希这么做是为了习近平 就是他是特别的忠于习近平 誓死效忠习近平 不怕最后丢官受处分 他也要最后来力挺习近平连任 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陈希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 就是陈希啊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要把习近平给拉下水 就是让习近平和他们共进退 不能说习近平也一个人 他就把他们的老部下 他们的习家军都放弃了 来换取一个体面的退场 所以呢 到底是陈希是为了习近平呢 还是为了他自己呢 现在我们也说不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陈希在关键时刻 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可以说确实是一个稀有的人物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